那INDRANCH 其实有点像VBA里面那个RANCH的那个物件 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装的资料呢 在哪一个储存格 所以呢我现在是005 我要抓005的姓名 那姓名的话应该是比对我们之后 他那个005的位置 刘宏君 那姓名 他位置在哪里呢在B欄的B 其实你这边只要给B7就可以了 前后记得加双以后 OK 那我们怎么样 其实 困难的地方就是这个 如何把那个B7变成一个 他会自动满身 因为你向下满其他籃也抓到 所以特别注意 B欄的第7列 所以呢如果我先特别注意 你点一下这个 他会把B7给过来 但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按下确定 他会出现那个仅RF 是参照失败 RF是reference 参照 那为什么会参照失败 其实见点在这里 很多同学 index不熟 这个函数很乱 他应该会自帮你加双 可能理论上 但他没有 这里面记得 他不是放一个B7的位置 他必须放一个B7的字串 如果你不是放一个字串 他会参照失败 但是如果你放一个什么 B7的一个字串 他才会 帮你抓过来 这个函数有时候 比较容易错 不是错在一个 你不会用 可是你刚好用的加双 OK OK 对 不一定准 像那个 如果你是写地 他会写地 用军的 对 他没有准啊 实际的流氓金不会出现 你尽号 不是 因为 他这边意思是 reference 是一个S 所以你给流氓金的话 他indirect的意思是 有点像那个 reference物件 reference物件里面 你给流氓 一个流氓君 他会不知道流氓君 在这个范围里面在哪里 所以你需要给他一个 一个B7的一个字串 他就知道你要 去抓 哪个储存格 那那个储存格 一定要有个字串 你不能 因为如果你没有算 他是直接去 B7里面叫 抓来放这里 那这样的话 他就抓不到 应该要的坐标了 indirect in direct 就是你的资料 在哪一个储存格 你要告诉我的是一个 坐标位置 比如说 B7 他是一个字串 你不能给我一个 像刚刚这边 把双银号拿掉 他会变成什么呢 他会变成去抓 把 这个 流氓君 有没有 抓到这边来 他就变成说 放在 indirect里面是一个流氓君 就这样说 我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家地址在哪里 你说 我家地址在 流氓君 不对吧 你应该跟他讲说 我家地址是在 什么 辽宁街 几号 对不对 意思是差不多啦 你不能给一个他 无法辨识东西 不然他一定有reference 记得 反正关键 记得就是双银号 这个很重要 一定要加 按个确定 但问题来了 B 如何产生 7 如何产生 那将来你向下填满 B要变成C C要变成D 以此对推 OK 然后7的话呢 你可以用什么 7 理论上应该都是一样的 所以7你可以拿上面加2 比较好 有没有 因为我们编号刚好是 上面有两个空白列 也有两个不是编号的列 所以他会从第3列开始编号起 所以你只要加2 那就可以抓到 那B要怎么产生 其实顺便讲一下 在旁边练习一下 如果你要产生这个B 其实呢 你可以看那个内码的ASCII code内码表 不知道各位对那个 计算机概论以前 应该讲过这东西吧 你在这个其实就内码了 A 你打一个 ASCII 这边多打一个S ASCII ASCII 来 那 你可以找到那个ASCII的图好了 图片 随便找一个图 把它展开来 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就是内码的位置 那你可以找一下 A是在65 有没有 B是在66 这个 应该有看过这个东西吧 这是电脑的内码 这个美国刚开始在设计电脑的时候 他定义出一些 包含 数字 英文 符号 控制码 那不会有中文 因为最早根本是 没有那种什么 所以后来才有衍生出来 那这些你不用死背了 反正就是 内码里面 66 是B 67 是C 那我要怎么样去取得 内码 的位置 并且输出我对应的那个 那个那个字 其实你可以配合像 插入函数里面的文字 找一个 CHAR 这个包含哥没用过 CHAR CHAR的话呢 是抓内码里面的字元 按个确定 如果你输入66的话 按个确定 它会是B 为什么 CHAR 抓内码 来显示码 OK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想 向下填满 B会变成C C会变成D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66 跟什么搭配 跟Raw 所以呢 如果我现在希望呢 这边能够把66 当然你这边可以用Raw Raw W 加上 那这边的话Raw 加上多少呢 Raw现在是4嘛 对不对 所以第四列加多少呢 加62 有没有 X是4 加上62 那就是66了 打勾 有没有 B 向下填满 CDE不就出来了 应该看得懂吗 OK 这个可能你们比较少这样用 可是不是少用就 不等于不能用 OK 第1个 BCDE出来 对不对 可是7的话呢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公式 Char 里面Raw加62 把它复制一下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边 把它用 这个自创 这个自创 在Inderate里面 我就不要用B7 我用那个什么呢 刚刚的公式贴上 它会产生B And 再把后面这个编号 加过来之后 加上2 就是 And H3 加上2 H3本来里面是00几啦 不过加了2之后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文字转成 数字 00 00 00就去掉了 005加2 它自动帮你变7 那7的话呢 就串在 你会发现这边就是串在后面 And 这一串 按确定 向下填满 我看一下 是不是要不要锁 这边要锁一下 F4 锁三列 其他都不用锁 打勾 向下填满 全部都抓出来了 OK 应该是比较难 应该是这比前面的还难很多 然后 又会多增加 要学会 这个 CHA 这个函数 Rho 加62 所以4加62 抓 就是抓66 那你向下的话呢 它又多 本来第4列变第5列 第5加上 62 那变67 67呢 那在内码表的话 那位置就是什么 67就是C嘛 68就是D 以此类推 OK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抓到BCDE 把BCDE呢 放到那个 这个当中 再串接 它上面的编号 加上2 那就是B7了 实际上我们做这些意思吧 就是要产生B7 下一个呢 就变成C7 再来D7 D7 OK 因为它一个一个把它产生出来 当然如果说你将来要 自动产生这些啦 你就非得要这样做 不然的话 你就 只能 一个一个慢慢贴了 不然的话就是还要用很多 比较 没有那么快的方法 所以indirector 跟index 其实最大的差别是index 就是一个范围 两个数字 给数字就好 但是indirector 是 要给一个字串 那这个字串一定是哪一栏 栏的话一定是ABCD的 那ABCD呢 你如果要 透过那个 Raw来自动加的话 你就要知道内码表 所以 也不用死倍啦 反正A栏一定是65 CHAR65 那如果Raw多少 假如哪一栏 你就可以自动产生一个字串 然后串 后面那个就哪一栏 哪一列 串完之后 放给它 答案就出来了 不过这个答案比较难 所以 如果你对indirector 用起来觉得不顺手 如果你先用index 反正 基本上都是查询函数 OK 那有的人喜欢用indirector 有的人喜欢用index 反正这种无法 那这个indirector 跟VBA里面那个Range物件很像 但是Range物件里面也是一样给什么 给一个那个 自创 比如说 B7 Range刮弧 双引号B7 它一样是抓那个B7里面的资料 OK 这个道理都差不多 OK 那这里我想各位 稍微试一下这个 indirector 那其他还有像那个 HLOOKUP 主要是横向的 如果你蓝位名称一般是在上面 不过如果蓝位名称在左边 水平的 那就H H 就是什么 HLOOKUP 就是水平的 那 Vertical 蓝位名称一般在上面 所以VLOOKUP 比较多 很少蓝位名称 所以 你可以看这边有那个 说 有HLOOKUP里面 蓝位名称如果在 左 左边的话 它是一个水平的 有没有 那就 用HLOOKUP OK 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那 这个后面会有几个练习题 那这些练习题比较多了 我刚刚提过 如果有时间的话 不妨各位可以练习325 跟326 326难度又更高 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